各位老板,各位老先生,各位老朋友,哪都好呗 聊十块钱的,今儿还是12月2号 穿到这身衣服,应该就猜出来我要聊啥了是吧 一中天先生的书又被下架了 去年也被下架过一回 去年下架呢,是从所有学校的图书馆里被清理出来 说他的书里啊,有一些有害信息 那么今年呢,是比较彻底,直接从各个网站给下了 各个图书馆给下了 那么下架的原因,这个大家就不用去想了 是吧,早晚有这么一天,都感觉一点不意外 所以这个消息是已经出来了有一周左右了 才觉得还是聊一下吧 因为是彻底确认了嘛 别到时候聊完了,又被证实是某个图书馆,某个学校,某个网站的私人行为 那就没意思了,是吧 又涉嫌站台,又涉嫌洗地的 然后现在整个这个文化产业,这个行业吧 所有的书啊,都被彻底的审查 你看前不久下架的那本书叫崇真 下架的原因是啥 你说里边什么内容影射 你就是写事实也不行啊 崇真本身他就犯忌讳啊 大家也都在开玩笑或者调侃 为啥用这个角度去聊那个事呢 因为他就没有别的聊的,是吧 那本书的封面,你直接弄了一根上吊绳 跟那摆着,那玩意儿太太娘的吓人了 特别是还有一个真事 你说它是玄学都行 2013年,大家知道发生什么大事吗 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改朝换代了 第二件事,梅山那棵歪脖树啊 老毛时代被雷劈过 然后呢,在2013年突然之间就发了一小牙 哎,现在十年过去了 那棵树啊,长得枝繁野茂的 粗了不少 估计现在挂个100公斤往上都没问题 那你说是不是个大事 有一年有几个年轻人跑那去赏景 一边欣赏这个梅山的风景 那棵歪脖子树,一边呢吃着早餐 但是呢,又吃不了多少买多了 就把剩下的几个庆丰包子随手就挂在了树上 那几个孩子没想到 原来那个歪脖树旁边有监控 就把他的脸啊,给拍得清清楚楚的 当这个歪脖树上挂着包子的照片被发到了网上之后 这小隔联被扔进去,拘了15天 这原因呢,倒很简单 破坏文物,损坏公共设施 倒不是因为挂包子 你说,人家挂个包子都挨拘流 到现在这些写历史的书籍吧 被下架,不也很正常吗 就是个必然,还是那句话 是吧,那么一中天老师书里边写了多少 你都不用再去仔细的翻 特别是一中天老师品三国里啊 对什么曹操啊 袁树啊,袁绍啊 甚至周瑜啊 等等这些历史人物 或者小说人物的评价吧 哪一个拿出来都挺吓人的 你都能在脑子里重新折合一下 甚至大家现在去读《易经》 孔老夫子给《易经》做的细词 细词传里 那几句话 什么德伯而未尊 是吧,这要倒霉的 这都是要命的话 现在所谓的文字欲啊 就是不让人说话 而不是告诉你什么能说 什么不能说 就是告诉你不要说话 把嘴闭好 甚至像后边的陈旭斌先生的书 秦治两千年 我一翻开了一看 哎呀,算了 这个不能这么说 是吧 给陈老师找麻烦了 咱们随便翻一段吧 易中天先生对袁绍的评价 说袁绍这个人呢 野心大 智慧少 态度凶 胆子还小 刻薄猜忌 人缘不好 争执上短奸 军事上弱智 组织上 低能 指挥上 就一物在物 愚蠢透顶 兵熊熊一个 江熊熊一窝 主帅是这个水平 这个账 肯定是大不应的 指挥事物的根本原因 因在于 此人 缺少 帅才 他的特点是 见识 此 总是不能 立即 做出决断 而且 优柔寡断 庸人 实当 他庸人的原则 很简单 就是 我高兴 他高兴的原则 也很简单 谁拍他马逼 他就高兴谁 这种局面 要不失败 那才是天理难容 你们想起谁来了 我好像想起蔡奇先生来了 是吧 这要不下架 是吧 理由有的是 对吧 并且呢 这原哨的用人原则 也不仅仅就是我高兴 是用人为亲 任人为亲 跟原哨一起扛过枪 下过枪 打过炮 漂过舱的 对吧 现在都成了革命战友了 都登堂入室了 什么学历啊 学识啊 文化啊 素质啊 水平啊 不重要 对吧 只要跟老子穿过一条裤衩 那就 鸡犬升天 对吧 这句话绝对是可以用在某些人身上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鸡鸭鱼肉赶下台 乌龟王八爬上来 现在不就这个局面吗 上台干嘛 连香港都要收拾广告牌子 露出天际线了 我估计香港下一步 不光是扫黄打飞 扫黑除恶 还得给大伙来一个清理低端人口 让你们香港的朋友好好体验一下什么叫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 你们开心吗 我吓死你们 好吧 其实还有一个挺好玩的 是读着中天老师这个事儿想起来的 这两天在网上盛传的一个王毅王部长在联合国接受记者采访 王部长又去接受采访了 被记者问道 你对哈马斯组织怎么看 王部长说什么 换你你怎么说 我觉得哈马斯 我觉得不对 王部长直接来了一个特别肯定的回答 我觉得哈马斯怎么样 这个问题应该由巴勒斯坦人民说了算 哎你看这个跟自己一贯的啊 这个认知啊 一贯的观点毫无违和感 哈马斯组织怎么样 只有巴勒斯坦人民才说了算 小当年王毅部长最出名的那时候是怎么玩的 你们了解中国吗 你们去过中国吗 哎 中国共产党如何 只有中国人民说了算 哈马斯怎么样 只有巴勒斯坦人民说了算 想当年 马杜罗遭遇西方媒体谴责的时候 就是把委内瑞拉都搞到饿死人这个程度啊 还把国际援助的车给点着了 不让进委内瑞拉 逃荒逃难的人直接边境上开枪射杀 那么在这个时候 王部长被问及 你对委内瑞拉不是 你对马杜罗先生怎么看 王部长也是这套说辞 马杜罗怎么样 只有委内瑞拉人民才有发言权 牛逼 这就是会聊天 当然你说他指的 委内瑞拉人民是什么人啊 那绝对不是边境上 逃荒的绝对绝对不是呃 饿死在大街上的 是吧 那都是特定的有权力代表人民的那一部分人 我记得那个时候老王还写过一篇 新华社记者采访 委内瑞拉人民 委内瑞拉人民一致认为 马杜罗先生长得帅 马杜罗先生干得好 马杜罗先生干得死 采访的对象是谁啊 在委内瑞拉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 呃 这个记者去大会堂里采访啊 哎 那里边那里边的人才是所谓的有发言权的人民 啊 我们是啥呀 拿身份证翻过背面看一眼 我们是他娘的居民啊 你也好意思自称人民 你也好意思啊 公民就算了 现在以后吧 再说自己是公民啊 我我我拍照的原因 我录像的原因 我是公民 我监督你们 那都违法了 公民的屁呀 一顿老虎凳 对吧 一顿小店棍 就让你知道你他娘的是个啥玩意儿了 是吧 哎 那么王部长指的巴勒斯坦人民 也应该是这一部分 是吧 哎 咱们 把王部长最经典的台词 怒怼西方媒体 这一段 给他翻译成 巴勒斯坦 或者翻译成 哈马斯新闻发言人 哈马斯外交部部长 你了解哈马斯吗 你去过巴勒斯坦吗 你知道哈马斯把巴勒斯坦从一穷二白发展到现在的一千四百多万人口吗 如果哈马斯不好 那么巴勒斯坦地区怎么可能从2012年的四百多万人发展到现在的一千四百三十多万呢 最了解哈马斯的是巴勒斯坦人民而不是你 所以请不要再提出这样不负责任的问题 你的问题充满了对哈马斯的偏见和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傲慢 朋友们好 我就玩一国